如果法规能通过 这将会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台六成六皮卡 是不是里外跟赛博坦的特象 就是一个公司做的 这内饰啊 咱管它叫赛博版大海豹 这车头可太凶了 因为它放了电池 然后要减重 所以呢 整个这个前引擎盖 是全炭的 你来看这 它整个啊 有点多看在上方点 但其实呢 它是一个断炭的设计 因为就配这个量 做过非常的漂亮 3.0T插火的动力 电机啊 在P2 一方面呢 是因为它太沉了 劲儿大 它一方面就是把这电池 放在这后斗下面了 这样的话 可以提供330千瓦的辣烫电 那另外 因为这个车是六个轮子 所以所有车辆 机械相关的东西 它都要重新去调 但总加辅助啊 还有切换价格 是这些 稍微有点科技的功能 它都没有 它是一个最原始 最机械的状态 不得不说啊 中国皮卡只有两个品牌 一个是长城 一个是其他